你是不是也这样练习纸本音阶呢 但是这种练习方法其实记忆量非常的大 并不科学 老铁民调记住了 咱们学习吉他纸本音阶绝对不能去死记忆背 刚才这几种指形 其实就是把纸本音阶给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去记忆 终归结底还是死记硬背 这节课呢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用的方法 只需要一招就可以快速玩转 吉他纸本音阶的定弦原理 OK我们请出吉他的模拟纸本音阶图 上边这条线呢 对应吉他的一弦 下边呢 这条线是六弦 这是一品二品三品 但凡学习过一段时间吉他的老铁呢 我相信如果告诉你这个音是都 绝大部分人都能快速的反映出 往右挪移两个品格是ray 往左挪移一个品格是c 但是咱们吉他是六根琴弦的乐器 咱们在演奏音阶的时候呢 绝对不能按着一根琴弦去死路 那我们如何跨越琴弦去演奏音阶呢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口诀 从下往上读 西米拉瑞所都发 那这个口诀如何去应用呢 咱们来看一下 在口诀里面 兜的上面是个发 兜的下面是个so 再来看纸板音阶 兜的上面是个发 兜的下面是个so 神奇不神奇 换一根琴弦啊 看一下兜的上面是个发 兜的下面是个so 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音 看口诀 咪的上面是个la 咪的下面是个c 看纸板啊 咪的上面是个la 咪的下面是个c 再换一根琴弦 咪的上面是个la 咪的下面是个c 那这个口诀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里面的原理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音 西和咪啊 数一下西到咪的距离 一二三四 包含了四个音 再看第二组音 咪和la啊 找到咪数 一二三四 也是包含了四个音 第三组音 la到re啊 一二三四 同样是包含了四个音 re到so 数数 一二三四 也是包含了四个音 so到do 一二三四 包含了四个音 兜到发 一二三四 都是包含了四个音 在阅理上啊 我们把两个音之间的距离 包含了四个音的关系呢 称为四度音程 没错啊 咱们吉他任意相邻的两根琴弦之间的定弦关系呢 就是四度音程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吉他的定弦规律呢 应该叫做纯四度音程啊 因为呢 在咱们四度音程里面 还有一组特殊的四度啊 叫做增四度 这组增四度的关系呢 就是发与息之间啊 大家看一下 发搜拉息 也是包含了四个数 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口诀里面 发和息之间呢 没有形成一个闭环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发到息之间是增四度 而不是定弦关系的这种纯四度 那增四度与纯四度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了啊 那就是增四度比纯四度多了半个音 在咱们集的上呢 任意相邻的两个品格之间啊 就是半音的关系 所以啊 在机的指板上 每逢遇到发与息的时候啊 他呢 都要往右偏移一个品格啊 也就是补上这半个音 大家看一下啊 发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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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往右补了半个音 可喜可贺的是啊 在自然音阶里面 无论你怎么去数啊 只有发与息 这一组四度音程是增四度的啊 剩下的全是纯四度 所以呢 在纸板音阶上啊 你只需要强化去记一下发与息的这种多半个音的关系就可以了 再有了 大家还要知道啊 吉他虽然是一门音阶类的乐器 他呢 也是一个和声和弦类的乐器啊 为了考虑咱们弹唱选手按和弦 哎 他的三弦与二弦之间的定弦关系呢 又不遵循这种纯四度的定弦关系了 在这里呢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啊 三弦与二弦之间的定弦关系呢 是大三度但是咱们并不需要再单独的去背一个大三度的口诀啊 你只需要知道啊 大三度加半个音啊 也就是挪动一个品格 就是纯四度的定弦关系 所以啊 每逢遇到三弦与二弦 咱们呢 还使用这个纯四度的口诀 但是呢 需要人为的往右补一个半音 来举例啊 比如说 拉的上面是个ry啊 拉往右补半个音是个ry啊 ry的上面是个so ry往右补半个音是个so 兜的上面是个fa 兜往右补半个音就是个fa 所以呢 平时大家没事的时候啊 就把喜咪啦 ryso都发 多读几遍啊 只要记住这个口诀 纸板连接 跨弦之间再去演奏 就非常容易了 ok 学会了解 记得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我是玩了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 吉他自学界的分享 关注我 让我用科学且正确的方法 带你们一起学吉他 咱们明天见